前日子因在忙碌众多的拍摄工作,有部分新推出的硬件一直没能好好地与各位分享 而这次我就补上了之前从微信MSI那拿到的这一块MPG G790 X-Type Max Wi-Fi 简称G790刀锋态主板的上手体验 节目开始先先做个小小的声明,由于我本人是没有用过上代G790 X-WiFi的 因此并不会以对比的形式来介绍G790 X-Type Max Wi-Fi的升级改动 而是以最原始的形式来分享这块主板的体验 首先来看看主板的外观 G790 X-Type Max Wi-Fi采用了黑色BCB 外加白色装甲配色的设计语言 对于一些主打白色主机搭配的玩家来说,无疑是多了一个新选择 除此之外,一体式Io挡板的散热装甲也带有ARGB灯光的显示 在主板底部也覆盖了非常多面积的散热装甲 每个M.2X槽也给到了散热装甲的提供,可谓用量十足了 包装外观也是采用白色底色的彩色印刷包装 内部提供的配件给到了一组鲨域漆WiFi天线 两个SATA数据线,三个M.2快装固定螺丝 一组主板前置接口组合线 一组ARGB加风扇PWM组合转接线 还有一份微星MSI轰隆信仰贴纸 同时也包含了风扇,RGB设备和SATA设备的标注贴纸 以及一个微星隆盾的USB盘 给到的背接盒绝大部分同价位主板并没有太明显的差别 只能说是常规组合 然后是后置Io接口设计的部分 给到了一组DP和HDMI输出的组合接口 一组SIMMOS重置按钮和BIO升级按钮 合计10个USB接口 分别是4个5G的USB-A口 4个10G的USB-A口 一个10G的USB-C口 以及一个20G的USB-C口 网卡是Intel的i225V2.5G网口 5G网卡则是高通的MCN865 是支持WiFi7加蓝牙5.4协议的 而生卡是REATEC的ALC4080 音频接口是完整的6个接口的组合 也提供了数字音频接口 这样的接口设计和数量虽然说 并不是特别的豪华 但也已经非常不错了 而特别是USB接口的数量和分配 是比较适合我这种 有着较多高速设备同时一起使用的需求 唯独如果两个USB-C口都能支持20G 那就更完美了 接着是主板内部扩展接口的部分 在PCI扩展槽部分 支持一根全长的PCI 5.0x16 一个PCI 3.0x1 和一个全长的PCI 4.0x4 个人觉得下面两个扩展槽的 设计位置是比较合理的 搭配较厚的显卡时 也不会有冲突的情况 同时对于多个M.2需求来说 位置设计也算是合理 另外这次的GC90X Time Max Wi-Fi 是直接给出了5个M.2插槽 并且第一根带快拆设计的M.2插槽 是支持CPU直连的PCI 5.0x4协议 同时也支持22110长度的规格 但是需要留意一点的 就是这个插槽是和PCI 5.0x16的显卡插槽共享通道的 同时使用的时候显卡插槽会切换成5.0x8 这点不论你是否使用PCI 5.0 M.2 SSD均受到影响 因此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而除了这一个M.2插槽是来自CPU直连的通道以外 而其余的4个都是来自GC90芯片组的扩展通道 均支持PCI 4.0x4协议的支持 整体来说比较大的槽点就是 第一个M.2是和显卡通道共享的这一个设计 虽说目前即便是带RTS4090 PCI 4.0x8协议的带宽还算是足够应付 但在一些非游戏体验的运算项目上 X8的带宽还是十打十的减半 因此我个人认为在如今PCI 5.0 SSD 尚未成熟之际 还是以PCI 4.0程式 外加PCI 5.0 x16的直连组合搭配会更加理想 又或者能够追加多一个通道转换器 让这一块M.2插槽在不使用PCI 5.0 x4 SSD时 切换通道到PCI 4.0程式 而避免了和显卡共享PCI 5.0通道的问题 主板其他接口也包括了一个10G的USB-C口 一组双5G的USB3.0接口 以及两组USB2.0接口 8个沙大接口 风扇接口一共给到了8个 并且也有独立细分CPU和ARIO水分接口 3个5V3RGB接口和1个12V4RGB接口 其他的扩展接口部分除了常规都有的接口以外 也有多一个ARGB加PWM221扩展接口 可以搭配主板附责的ARGB 转接线增加多一组ARGB和PWM接口 另外提供了一个USB4扩展接口 对于于USB4接口需求的玩家 是可以额外扩展出来的 当然USB4扩展卡是需要额外购买的 接着来看看供电设计的部分 这次的ZG90H Time Max Wi-Fi 采用了16箱90A的DRMOS供电设计 MOS 喜好为RESA的iX-L99390 而PWM供电则是RAA229132 然后就是进行供电性能的测试 虽然说测试供电 理应应该采用最高规格的i914900K来测试 不过这次因为之后有一个特别项目的需求 测试改为了首次搭载8大盒外加12小盒的i714 i714700K来测试 至于这个特别项目是什么 我就先卖个关子 很快就会和大家见面的了 因此也别错过之后的视频更精 在我这儿给ZG90H i714700K进行锁定 大盒5.7G 小盒4.4G 同时电压给到1.4V和1.25V 在进行IDA 644FPU单烤测试半小时后 CPU Package的功耗来到了355W 此时软件显示的MOS温度为62度 而热成价以读取到的PCB温度为75-77度左右 以这样的结果作为判断 基本上哪怕是带最新的i914900KS都是不成问题的 最后来聊聊这款主板最大的核心卖点 记忆体内存超频体验 和我之前给各位分享过的B760Modal 2一样 这次的ZG90H Time Max Wi-Fi 也是给到了全新的记忆体内存超频功能的支持 具体的功能介绍我这里就不多赘述了 详情可以回看之前评测B760Modal 2的节目 这边就直接给出我的测试结果 在仅使用Biphone内置的预设进行超频 最终成绩和我之前在B760Modal 2一样 都是能够轻松以7切式C36的预设超频设置成功超频 同时也能够通过TM5的稳定性测试 不过也同样的尝试7切6C38就会出现不稳定的问题 看来瓶颈主要还是在我这一套记忆体内存上了 不过必须承认的就是 这次的微星新推出的记忆体内存针对性超频功能 的确让我在进行最善测试省下了不少时间和麻烦 整个过程也就30分钟左右就能得出结果了 非常适合我这种懒人来体验记忆体内存超频 最后是我个人对于这款主板的总结 截至目前为止 微星的这一块G790X Time Max Wi-Fi 在各大线上平台的售价为1999令吉 最便宜的也要价在1899令吉 虽然说终究还是一块不便宜的主板 但对比友上的同规格主板来说 也算是有竞争力的 特别是针对记忆体内存超频体验有较大需求的玩家来说 这款主板也算是1500-2000令吉里面 价为理想的一块选择 不仅如此 撇开发烧友比较注重的超频体验 以日常的使用体验来说 提供多个高速USB接口的设计 以及更多的扩展性能 比如后方提供了多个10G以上的USB接口 以及支持5个M.2插槽 而当然也包括了提供WiFi7的无线网卡 还有日后可以添加USB4扩展卡等等 即使不超频这块主板本身的使用体验也算是非常高端了 因此它的售价我个人觉得是对得起它所给到的体验 前提是这些功能和体验是你需要或你觉得有价值的 而缺点的部分在前面也有说到了 最大的缺陷就是与显卡共享通道的PCIe 5.0M.2插槽 其他的缺陷相对就比较小甚至还能接受 比如没有显卡快拆功能 以及将更多的USB通道集成在后置IO接口上 导致前置IO的USB吸口只能提供10G的速度 这对于一些比较依赖前置接口作为高速设备使用的用户来说 而的确是个比较扣分的一个项目 所以它还是有部分比较明显的缺陷 只是对于一些人来说或许无伤大雅 就看这块主板的设计倾向是否是比较符合你的需求了 以上就是本次VCMSI MPG G790X TimeMax WiFi主板的相关内容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支持 也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会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喜欢这些影片也不妨点个赞 而新来的观众如果能够点击旁边的小铃铛那就更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